各位先生好 又是我Kenny 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在吃花生之前 小弟看一看過日曆 原來距離過年年三十晚 只是剩下十日時間左右 先和大家講一聲 祝各位還財就手 馬雲亨通 不論正財還財都豐收 希望各位都可以開開心心過年 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有兩場大賽 這麼多美麥花生 當然是多點吃 夏威夷 星期日火拍萬人迷拉叔 出戰第五場1600米一級賽董事杯 莫雷拉博咪有沒有話說 這隻Hawaii夠不夠Kawaii 莫雷拉博咪的時候說 夏威夷有希望成為新一代的王者 這麼說 莫雷拉就表示 都幾圓的 莫雷拉說話 以狀態來說 夏威夷可能是現在香港最頂尖的賽區 香港有千幾隻馬 是不是每隻馬都要看過狀態呢 她說以狀態來說 不是以賽職 不是以評分 以狀態來說 可能是香港最頂尖的賽區 她說 美麗全城是近兩季香港最優秀的賽區 美麗全城成就輝煌 我們都不可以輕視她 但是我亦都樂意 繼續為夏威夷去執擾 這樣說 她說夏威夷 七日之前試一課黎集 表現出色 進一步增加了莫雷拉對她的信心 莫雷拉就表示了 我認為這隻馬最近這一次的試集 是她至今所有操練中最好的表現 這隻馬這次的試集表現是月木 因為她出集不是很快 開頭看來走勢是普通的 但是隨後開始逐漸就增速了 轉直路灣時的衝刺凌厲 充分展現到街市的本色 這麼說 夏威夷12月就國族香港一里錦標 結果在這隻日本執南的重戰火星之後 跑了亞軍 莫雷拉怎麼說 她說一整晚未能贏到那一場賽事 是有點可惜的 她說她陣上是略為欠運 可能就是落敗的原因 她說如果那一天一切是順利的話 我根本是很有信心她會贏的 莫雷拉就是這樣說的 根本那天夏威夷就在外檔出閘 出了閘被人頂了出去 去高峰那裡頂峰 莫雷拉認為她可以近上一層樓說 現在多少樓 再上又多少樓 經常都問這句 她說爭奪香港馬王的殊榮 她說有資格問頂馬王 莫雷拉又說 我相信她有機會爭奪馬王的寶座 她的成績是證明了這一點的 她在不斷地進步 她說不過 夏威夷目前最重要的是 將優厚潛力發揮出來 那拉叔 這一句的意思是否說 夏威夷根本都未曾發揮到 她的優厚潛力這樣說 如果已經發揮到優厚潛力去到盡了 那你應該不會再說 夏威夷目前最重要的是 將優厚潛力發揮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說 各位師兄 現在她是想說 要目前最重要的 將優厚潛力發揮出來 就是在一級再中取勝 莫雷拉就說 馬王的實力是足以勝出一級賽的 她已經拿到不少的好成績 相信贏到一級賽 只是時間的問題 她說今次很有機會 但是 就算不是今次 我都深信她遲早會成功這樣說 即是要追 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她已經達到一級賽冠軍的級數 這樣說 夏威夷其實今次 只是面對六隻馬 再加上美麗傳承近期的表演 稍見回落 不過美麗傳承今天 就剝了眼罩 把面枯上去 潘頓就是這樣說 她說夏威夷確實是令人相信她有機會打開一級賽的勝利之門 芝麻開門 莫雷拉又說 夏威夷是一匹健康快樂的馬 這句話都挺有趣的 健康快樂的馬 她說自從上一次之後 這隻馬已經是回復了佳態 她說 事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段 小弟看下去 她最重要的那句話 就是目前夏威夷最重要是將她優厚潛力發揮出來 是否暗示這隻馬還未發揮出來呢 各位師兄就自己領略莫雷拉的廣爺 以及投不投莫雷拉信任的一票 至於投不投注夏威夷呢 當然是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小弟在此速報速報啦 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和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明天第四場四班1400米的日日靚 上次在12月29日 第一次以柱裡下海上陣 跑1200米的賽事 都可以交出強烈的後勁 有勢地撲上來 今次真情再續 看看有什麼成績 這一隻方家拍馬房的四歲的自購身馬 上次在潘先生的屁股跨下 跑出全場最快的末段時間 22秒7 以一右四分一馬位倒 跑過第五回來 表現當然是令人有深刻的印象 真的好像日日漂亮這樣 唉 今次繼續由潘先生執姜 但是今次就要慢情了 他被人問到日日漂亮今次的機會 潘頓又怎麼說呢 潘頓說對這隻馬真情都幾有信心 這樣說 潘頓就回憶當日賽事的時候 就說了 在這裡回憶 他說這隻馬上次在賽事早段 根本就跟不上主馬群 但是當這隻馬入直路 取得平衡之後 擺正堂太就衝了 可以展現到良好的衝刺 這樣說 他繼續說 他說今次真情出戰到1400米 賽事步速跟上次1200米有所不同 相信這隻馬會跑得更為舒服 從而有更加的表現 這樣說 這次這隻日日漂亮 一上來真情就撿過二檔 什麼127磅 小弟看回 同場近排有表現的1400馬 都是不少的 好似電路三號 高大威猛 甚至乎大軍佛 瀟灑王子 天意 春風得意 盛世歡心 陽明秋秋 爆騷 一大堆 究竟這隻日日漂亮 會不會一真情即即有表現力錯 這一班1400的精英 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 至於投不投注 都是老鳳那句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馬會已經公佈了這兩項圖程 最新的12匹 超新星馬的最新名單 有哪12匹 黎文 短途一理方面 有大摩的忠心勇士 一出即聖賽神仙的美麗非凡 羅富泉的進龍區 呂建威的招牌作金槍六十 沈集成的小太陽 和偉達十三少的聚賽 這六隻是短途及一理馬的超新星的名單 至於中長途距離的馬 那有什麼名單呢 有聖德精彩的蔡神仙 還有呂建威馬房的幸福笑容 另一隻好東西 還有沈集成的幸福掌聲 高東尼後腳被人困傷的孖寶兄弟 都入到中長途名單 還有羅富泉剛剛聲班都搏殺的精神威 還有一隻超級綠洲 就是中長途馬的名單 而這些大部分的馬 已經是報了以下下來的 有些一理 有些是打比 有些大賽的 四歲系列大賽的 那這些馬呢 到時的表現是怎樣呢 那各位要抹下它 做一個留意留意啦 那講開又講 潘先生 今次停賽復出 會不會好像晚虎出閘一樣 一來就做個獅子樸套給大家享受 那星期日 呼北上陣 就全部都有馬跑的 而且惡馬亦都是多的 那跟文家良馬房第十場的 那隻標之王者呢 上次就一個不小心啊 就突然之間被一隻快益線 後上就擒了 那這隻標之王者呢 這次仍然配上潘頓跑十場 但是又遇上同場上次 他那隻快益線 亦都是法蘭西的攀國連騎 那今早潘頓在爬地的時間 走了去風火台 找文家良兩個好像雞章不斷 是不是還在滲滲 哎呀 潘頓說 我後面沒有眼的嘛 只是聽到馬蹄聲 怎知道有隻馬衝得那麼厲害 剁了我的 這個是設計對白 那會不會今天走來密密針 就是為了這隻標呢 那其實今天的標呢 都有兩隻的 阿摩又帶一隻 文家良又帶一隻 那跟主馬一齊 會不會同日出擊呢 那各位師兄就自己去拆拆它啦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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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